那就是在国内的另外一些小伙伴就说中国是不是很严 我刚刚有问了一下他 他说确实中国的广州啊北京啊这个墨西哥领事馆挺严的 所以呢我就问他是不是可以就是申请泰国的签证 因为泰国现在是落地签嘛 嗨各位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追风 我现在呢在墨西哥的克雷塔罗 现在呢是早上七点半 今天呢我们一家六点半就起床了 因为呢我们今天呢要去这边的移民局去延续我们的居住卡 把我跟我儿子的一年的临时居住卡换成三年的 我老公呢是在今年的 是在去年的11月份他已经更新了 所以呢今天呢是他带我们去 因为也需要他出厂 所以呢我们就一早就起来了 看我儿子现在在车子里面 他已经醒了啊 就吃了点早餐 在看iPad呢 所以呢我也准备好我自己要带的东西 其实今天要带的东西呢也是非常简单 和就是居住卡和我们的护照 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想拍视频 把我们今天这一上午把这个延续居住卡的事情呢给拍下来 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给我们办理的那个小哥呢 一清早估计半夜里就去排队了 具体几点之后我还不知道 我到了那边的时候呢 我再问他 好我们那边见吧 每次去这个移民局都要经过这个卖鞋子的一个outlet outlet是大卖场都打折的鞋店 这边呢是经过一个墨西哥的Soliana 一个大型的超市 到了找到一个停车位 运气还挺好的 这一路上过来也挺堵的 而且有很多车子坐在这边都停满了 就你们自己过来的话 还是打D过来或者打个Uber过来 早上就是从我们家开车过来 一路上开了近45分钟 路上挺堵的 所以呢得提前出门 看到门口已经有很多人排队了 但是也不是人抱多 还有还有些人就是坐在位子上 拿了个凳子 估计很早就来排队了 我现在呢就在这边排队了 因为刚刚来的时候呢 其实坐在凳子上的那个女的 就是我们这个签证小哥 绿卡小哥 他安排的一个帮手 帮他就大半夜来排队 我刚刚问他几点钟来排队 他说是半夜三点半就来排队了 所以他带这个被子 所以这里的晚上凌晨还是很冷的 所以他把这个位置交给我 那么我现在继续排 我说什么时候能够排到拿这个编号 不是排到就能进去的 是要拿编号 他说估计就现在到九点钟吧 就可以拿号 拿到号之后呢 他就会给你一个时间 什么时候进去 现在呢已经是早上八点三十五分了 我刚刚就在那边坐着 还好旁边那个排队的老头 也是帮别人排队的 他正好有个位置空出来 那我就跟他说先让我坐一会吧 所以呢就在那边休息了一下 带了两本书 到这个地方呢来排队一定得带好书 因为真的要等很久 那么现在八点半了 我就带我儿子呢 到对面那个小公园里面 后面有个儿童乐园 我就带他过来玩一会儿 带小孩过来呢 就是更是闹心的 因为这边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玩 还好对面有一个儿童乐园 现在我老公过去排队了 刚刚那个小哥呢 就是把我们的护照啊 和那个居住证啊 全部拿过去做了拷贝 然后也让我们签字了 刚才呢我也顺便问了一下他 再跟他确定一下 我说因为最近的国内 有很多人说 就他们是有这个美国的十年签证 无论你是旅行签证 还是商务签证 就是能不能到美国境内的 这个墨西哥领事馆 去预约面试啊 这个居住证 然后小哥的回答呢 就是说看地方 看地方 因为他说他手上有的客户 也是拿着这个旅行签证去的 不是居住证啊 不是美国的绿卡 然后呢 就是有个人就是通过了 但是有一个地方呢 就是有另外一个客户呢 就是没有被通过 所以真的是取决于哪个领事馆 那我有问了一下他 我说哪个领事馆就比较松一点 不是那么紧啊 他说呢 就是在Texas 德州的Eagle Pass 不是Macallon 那个小 那个城市叫Eagle Pass 所以大家呢 可以去查一下 那边的领事馆的这个联系方式啊 所以说如果是你手上拿的是 美国的签证的话 那么旅行签证啊 旅行签证 商务签证等等 就不是美国居住证的 请你一定得自己做好功课 先打电话 去问 能不能办 不能办的 当然就不要过去了 至于呢 就是在国内的另外一些小伙伴 就说中国是不是很严 我刚刚有问了一下他 他说确实中国的广州啊 北京啊 这个墨西哥领事馆 挺严的 所以呢 我就问他是不是可以 就是申请泰国的签证 因为泰国现在是落地签嘛 泰国因为我去过都是落地签啊 就到泰国的墨西哥领事馆 先去面试 就是一旦你面试通过 手上拿到这个证了 你就可以飞到墨西哥境内来办 就一旦到了墨西哥境内呢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就是 我可以帮你们联系小哥 那么在这里的一些 去拿这个居住证的这个过程啊 那么这边的服务是可以帮你办的 所以呢 今天的信息呢 就是给大家落实了一下 因为我刚刚呢 也跟他聊了一会儿 既然遇到了 那么就再细聊了一下 问了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 由于移民局内部是不能拍照的 所以我就没有拍任何的东西 这边呢就跟大家说一下 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呢 差不多是九点多轮到我们呢 去拿号 拿了号登记之后呢 就直接让我们上二楼 我老公去年去办的时候呢 是让他十一点钟再回来 再上二楼 所以呢 我们就省去了那个在外面等的过程 直接去了二楼的这个窗口 他那边呢 有很多的这种座位啊 如果是你们闲坐着腾的话 建议带一个这种垫子啊 或者小毯子啊之类啊 因为坐着时间长 确实屁股有点弹 然后呢 我们就等到窗口 差不多是九点半的时候 也轮到我们了 那么我们就把材料给交上去 然后又等了一会儿呢 让我们再过去就是交钱 去办理都是我老公去办的 那个窗口里面的那个移民官 就让我跟我孩子就坐在座位上面 因为我们的细语也不好 都是我老公在那边交涉 之后呢 又等到十点五十分 近十一点钟的时候 终于轮到我跟我的孩子呢 去拍照 小孩子拍照的话呢 他就是有一个高脚段的 所以就让他坐在上面拍照 然后正面 然后就左边四十五度 右边四十五度 然后呢 就是按手印 四个从中指到小拇指 按一下双手 然后再是两个拇指按一下 然后按好手印之后呢 那么再轮到我拍照按手印 再之后呢 又是等了近二三十分钟 就差不多到了十一点半的时候 终于终于拿到了这个居住卡了 那个是三年的那个居住卡 具体的费用呢 我就放在视频上面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 这个三年的费用 是比锁 大家看一下 好了 我想今天呢 就跟大家 就是分享了一下 我们整个一个延续 把一年临时居住卡 变成三年临时居住卡的 这整个一个过程 那当然之前呢 是小哥帮我们去预约这个日子的 因为我的那个居住卡呢 其实已经是过期了 但是呢 就是说后面有一个45天的一个窗口 就在45天之内 我必须去延我的居住卡 不然的话就会永久失效 而我儿子的那个居住卡呢 还没有到期 就是说他是可以提前办理 所以呢为了我们俩凑在一天 我们就选择了 现在这个时段的那个日子 所以呢就凑在同一天去办 然后小哥也跟我们说 之后呢 如果是居住卡过期了 本来是45天的窗口日子 那现在变成了30天 如果你过期之后呢 请在30天之内办理 不然的话就是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办理 就是说你之前一年的都什么都作备 还是要从最开始 再去申请就特别麻烦 所以呢也请大家自己上心一下 因为他这个政策一直是在改变的 然后在移民间那边 我们等位的时候呢 也遇到了就是可以陪着外国人 一起进去办理的人 那么那些就是移民律师 他是有律师等级的 像给我办的那个小哥呢 他属于中介 他他是不是律师 所以他没有这个资格上二楼 去陪同一起办 所以呢我们呢也问了就是在场的一个听他就说 说的挺好的一个男生一个男士啊 有问他要了一个联系方式 所以呢 我这边呢 基本上把一些信息呢都拿到手了 好 今天呢就跟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我是如何在墨西哥就是申请临时绿卡 现在三年之后呢 之后再办的话呢 就是三年之后了 就可以办这个长久的就是永久居住卡了 如果您想看我更多的有关墨西哥生活的题材 有关于墨西哥申请绿卡 墨西哥怎么买房子 墨西哥租房子 墨西哥旅行vlog等等 请关注我 也请您点击我视频上方的链接 看我更多类似的节目吧 我们下次节目见 拜拜 拜拜